我们这次研究最惊奇的发现 就是当我们把爱莫因和鸡尾酒疗法联合使用的时候 那这些老鼠它的CD4细胞除了把病毒压制住 因为有鸡尾酒把病毒压制住 那么在使用了爱莫因以后 实际上它的免疫细胞的功能就也恢复 那就减少了它的过度的激活 那么同时它的数量就是免疫细胞CD4的这个数量 也恢复得非常非常快 那这就让我们就发现在真正的一个传染病性 这个是全球的一个很重要的传染性疾病 就是艾滋病毒的感染过程中 那么这个爱莫因就有潜在的一种治疗的效果 那么过去的话就是在临床 就是我们跟很多艾滋病的治疗患者的这些医生进行过聊天 过去很多学者想尽各种方法 帮过中医 有很多的想用一些中医免疫条理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药物来做 但是实际上目前在临床上批准使用 帮助恢复CD4细胞的这种药物是还没有 还没有一个做成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当我们的这个在发现 这个NMN就是爱莫因有这么一个好的效果以后 我把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在就是在国内的这个艾滋病的一个学术会议上进行了报告 那么这个过程中那些临床医生就非常非常的兴奋 因为很多病人由于没有办法使他的免疫功能恢复到正常水平 在临床上他有很多相关的很多问题出现 那这样的话呢 当他听到这个结果以后呢 他们就非常希望能推快就是这个爱莫因在艾滋病辅助治疗 就是在GV9疗法的基础上再加上NMN作为一个恢复肌体免疫细胞的这么一个新的疗法吧 就是说那么大家是非常期待 合作是几个合作 一个长血缘的合作 一个地域 就是香港和大湾区的比方说深圳的这个合作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做像这样一个比较大型的这个实验的话呢 又解决几个问题 一个材料的 比方说艾滋病的这个病人的这个来源的这个材料的来源 这都是要 香港毕竟还是比较有限的 所以这个确实是各方面的合作的这样一个一个成果 香港呢 我一直在说 香港是唯一一个城市 是有世界最最有名的有六所大学 就是名利前茅的六所大学 实际上每一个城市有这么好的学术的资源 那么港大也好 这个我所在的中文大学也好和这个科大 这实际上都是世界顶级的这个大将元校 所以有很雄厚的科学实力 那么和企业和大湾区的一些其他一些机构结合起来 实际上是可以做很多好的基础的科学 然后把自己基础科学又可以把它转化成这个实际的这个一些产品也好 一些临床的药物也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大一个作用 这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范例 就是基础研究是我们在香港大学研究所 然后公司他们研发的这些产品 实际上他们的这些产品对很多人类疾病的作用 过去并不是很清楚 特别是重大疾病像艾滋病这种重大疾病的这种应用 癌症 这些实际上没有做过很多细致的研究 所以实际上这个项目的发起当时是王教授提出来的 他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是对免疫有条件你们去试试 结果没想到一试的话 这个效果也是超出我们一开始预期的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发现 这种合作模式也是值得推广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在现在的采访就在科学园 科学园有这么多公司 有这么多产品 如果以基础研究和临床进一步转化 把这一个一条链在香港的这种生态的合作关系建立起来 那促进香港的科技发展 我们说要闯科中心 国际闯科中心的这个发展 我觉得会起到非常有益的推动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